好,大家好,這次就找到筆琦和大家聊聊天了 Hello筆琦,你好 Hello,大家好 這次我見到你做了兩隻Crossover的公仔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你會選這兩隻Character 我覺得很主要原因是我小時候看得最多是BeeBeeLiu 就是Roll Runner的卡通 這個就是Roll Runner 這個就是那隻經常追他想吃他的Coyote 永遠都不成功 這個卡通我也看了很多次 我和我哥哥會常常扮那隻BeeBeeLiu在叫 周圍走是嗎?BeeBee 所以就比較有情意結 那我想問一下,這次是否第一次你和一些License Character做Crossover的作品呢? 這次是第一次和這些大牌子 之前可能是和一些artist individual的artist 去Crossover 那這次就真的正式是一個品牌 第一次 那我聽說呢,你說這些Character 其實你有個名字給他們 可以解釋一下嗎? 因為其實我創作的公仔 全部都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會變得很肥 就是我什麼都會弄得很肥 所以很多時候的名字都是直接在前面加一個肥 那如果這個是BeeBeeLiu 他就是肥BeeLiu 這隻就是肥Coyote這樣 很可愛 那你可以鏡頭或者鬆在後面看看 那其實BeeBee都做了其他的作品 例如這隻碟子 或者這個杯子 咦?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那些布來的 眼鏡布 那這個和這個碟子是同一個illustration 那也有些很可愛的file 那些folder 我這次有特地想做 因為我的風格一向是比較像人手相識 所以它的相識都會有我的風格 好像有些brutch的感覺 對 又有這些扣針 那是什麼來的? 有些pins 是讀藍買的嗎? 對,這個讀藍買 其實如果你們來到後面 都會有很多一系列的pins 或者現在的鏡頭未必拍到 但就記得來看看吧 好,那這次就多謝筆琪了 那預祝你這次的展覽成功 謝謝 拜拜 好可愛 謝謝